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徐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神魔製機場的卡俠分機 這支活動是為期五天,從7月30日禮拜一開始到8月3日禮拜五 每天各有兩個系列可以讓各位抽 第一天是古希臘神跟聖九女武神這兩個系列 希臘的部分我個人是比較推薦光谷跟暗谷 因為水火木水隊有特哥,火隊有龐貝 那木隊有木希阿,有這個蛇夫不知道算不算阿 反正還有這個鐵拐禮阿,所以我覺得雖然這兩張卡喔,倍率很高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光卡的話,不是只看倍率高就很強的 所以這所有木我是不是很推薦 那光的話因為他是雜色的巔峰嘛對不對 那個倍率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玩光谷希的話可能就是你的卡牌要蠻齊全的 才有辦法玩這個齁,因為他要五色然後又要五種不同種族 那暗的話因為他有這個雙子有凱拉我覺得他還是算非常強阿 而且他跟這個鐵跟這個旅動兵的性質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他算是三消然後補血又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這個頭尾隊長又可以轉出暗珠 然後combo也會比較高,我覺得算是不同的玩法的暗隊 我覺得他還是蠻強的,那水火木的話比較不推薦 那再來的話是聖九女武神系列 那這個系列其實他是要搭配北歐啦 所以其實每張都蠻推薦的 只是現在的北歐可能沒有那麼強勢 但是未來也有可能官方會再把它改強 所以到時候如果說有改強的話還是可以拿出來玩的 當然他搭配北歐的話技能會CD會更短然後更強這樣子 所以就是祝大家可以抽到自己沒有的那張女武神 那再來的話是這個最近剛解放的零獸一史系列 零獸一史之前有分析過了 這個火的跟暗的基本上就是廢物 那水的話呢就是跟之前一樣技能 就是一個20倍的界王拳 還有技能的部分還是很強 那當隊長的話就算了吧 那另外兩張木的跟光的呢 哈薩跟頭丸他就是我覺得很強的零獸一史系列的隊長 那哈薩他現在就是一線獸隊嘛 同玩呢我認為他也是一線龍隊的隊長 所以如果沒有的話就是祝大家 這一次齁這個系列可以抽到這兩張齁 這兩張真的我覺得蠻值得的 那再來的話第二天還有一個系列是北歐遺族 北歐遺族的話這個史密利其實非常好用齁 放在特格裡面很好用 但是他比較不適合放在這個術環針啦 因為他會把光轉掉也不太適合放在幼獸隊裡面 因為光珠也是攻擊珠 所以他比較適合放在特格裡面齁 不會把星轉掉 然後他只會轉光暗這樣子 然後像這個火北遺的話 他是等於是會近星 但是呢現在這種近星的卡呢 比較少用到啦 所以這張卡呢我個人是比較不推薦的 那這張瓦莉其實我覺得他蠻強的齁 三回合內會有一個持續增傷 持續會有1.8倍 然後回合結束的時候還會回復生命力 而且只要C17 這張卡其實我之前都一直蠻推薦他的 蠻強的 那光北遺的話是我覺得玩光人隊 蠻必要的一張隊員齁 他自己技能有兩種齁 一個是戰場 一個是會 轉出大量的光跟暗 我覺得放在蔬菜隊啊 蠻強的 或者是放在一般光人隊 也是蠻強的 然後最後一張這張我覺得最沒用 因為暗隊其實不缺這種序能 所以這張沒什麼用 就是 光的跟水的跟木的 我覺得會比較實用一點 那再來的話呢 第三天是這個機械組跟 大家 呃 這個應該大家都有了吧 三個巫女 如果沒有的話呢 就是祝大家可以抽到自己 呃 沒有的那一張齁 那機械組的部分其實我覺得 實用的話應該最常用到的是 木的這一張齁 福愛齁 這個放在機械組裡面當回血用的卡 非常好用 那 暗跟火的我覺得比較沒用 那水跟光的我覺得他們合體 非常非常的好用 放在土靈盾裡面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強的一個 合體卡片 所以這兩張我都蠻推薦大家 就是 抽一下的 那其他火跟暗的話 基本上我從來沒有用過他們出產 不死不太實用 然後再來第四天的話是魔主死源 跟這個看守者系列 魔主死源的話其實我覺得只有 別西補可以玩 其他的話呢我覺得 不是很 很常用啦 就是也沒有到現在一線的強度 但別西補的話 我覺得他傷害是有的 而且卡面也蠻漂亮的 所以祝大家可以抽到別西補 那看守者系列的話我覺得實用的話呢 是火的 因為火的 他可以無視防禦力 這個技能非常非常的好用 雖然說我還沒練滿 但是 我之後會把他練滿 然後木的看守者 出場率有多高 我想就不用多講了 這個 最實用的一張看守者 覺得就是這一張 那光的話我就 我連練都沒練 所以這張的話不太推薦 然後水的話我也很少用到 所以除非是需要牌珠的時候呢 我會 我才會用到塔 平常用不太到塔 所以也沒有很推薦這張 那暗的話其實暗對人才太多了 除非你的卡池 呃不是很齊全 或者是很多一些 之前像七天地這種卡 你都沒有打到 那我才會推薦去 去練這張 不然的話 其實他的技能強歸強 但是暗對人才太多了 你懂的 所以這系列的話就是 其實都蠻推的 就是光的沒什麼用 那再來的話呢是這個 天竹系列 最後一天 天竹系列跟革新英雄 那天竹系列的話 我覺得比較常用到的應該是 白骨精 白骨精放在這個 道羅斯裡面 他這個轉強化還不錯 或者是放在妖精隊裡面 可以解這個武術強化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那八界的話我是完全沒用過 加上現在的 哈薩獸隊裡面可能也沒有他的位子 因為可能要放一些日月狼 或者是 德魯伊 然後這張的話真的是完全從來沒用過 那殺生的話也是從來沒用過 不太推薦 那這張的話 蜘蛛精我當初也是抽蠻多的 這個也蠻推薦大家 可以抽到他的 因為 他算是 暗對的戰場 如果你之前沒有抽到那個 那個叫什麼 之前有一個系列也是 也是暗的戰場的話 已經絕版了 那這張卡就是你最好的選擇 我覺得 這張不錯齁 然後就是暗的跟光的比較推薦吧 然後水有木的話基本上都是用不太到的 阿之前那個好像是怪物彈珠的那個 然後這個 革新雄系列的話呢 其實都蠻推薦的 除了木的以外 木的話我真的是 幾乎完全沒用過這張卡片 然後再來的話水呢 就是我覺得 水隊唯一一個 附加 解附加消除的卡 所以呢我覺得 非常非常的實用 近視之杖 一回合內 自身界王拳 然後又可以消除所有附加效果 這個我覺得是 很常會用到的卡 所以 如果沒有的話就希望蠻大明抽到這張 這張我覺得 絕對是首選 出場率最高的 革新英雄 那洛格可的話 就是萬解嘛 這個好用這個就不用多講 這張也是很好用 然後暗的話跟火的一樣嘛 就是萬解 那再來的話呢 魔師的話 其實我覺得 他放在光人隊裡面 也是蠻好用的 除了有轉光以外呢 他還有這個 十秒排珠 光人的排珠卡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 而且他是EP 所以不會被技能重置掉 所以我覺得這也蠻好用的 所以不推薦的就是木的而已 其他屬性其實都還不錯 這系列 那其實這一次推出的 十個系列 其實 應該很多人 都有了 就是可能 就算缺也只會缺幾張而已 不是什麼很新的系列 那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抽到自己想要的卡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可以幫我訂閱 右下角可以幫我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